哈囉我是網路行銷策略站站長林偉 OK那今天這則影片或廣播我要跟你談一談 從全家7-11便利商店冬季雙麒麟熱賣談行銷策略 OK其實現在剛好是台灣的冬季 雖然氣溫常常只有10度以下 但是我發現便利商店的雙麒麟他們卻異常的熱賣 甚至很多門市都要排隊才買得到 一開始其實我感到蠻驚訝的 我想你可能也會跟我有同樣的想法 冰品通常都是在夏季才會熱賣 冬季往往銷售量都是大幅的下滑 為何今年便利商店的冰淇淋卻是逆勢成長 而且銷售量還非常驚人呢 可以短短在幾天內全台灣就賣掉數萬隻以上 因為我對這個狀況感到很好奇 加上我自己本身對於行銷的一些製作 所以我就花了一些時間去研究便利商店雙麒麟他們成功的一些行銷策略 那所以才會有今天這篇文章這一個影片的出現 OK 那我把便利商店雙麒麟的行銷策略分成四點 就在接下來要跟你詳細的來分享 首先第一點呢是限量行銷的策略 這次他們便利商店雙麒麟 無論像是7-11或者是全家他們都採用了限量的行銷策略 大家常常都會說限量是殘酷的沒有錯 我也常常會說限量的商品會勾起消費者他們最大的一個搶購欲望 所以你想要吃不僅僅要快 你想要吃到不僅僅要快 而且要馬上立刻就去買 你會發現這次的雙麒麟 可能當天如果你太晚去買的話就賣光了 而且並不是每一家門司都買得到 只有其中一部分的門司有賣 所以這樣子就會更容易造成排隊搶購的一個蜂巢 這是他們的第一點叫做限量的行銷策略 第二點呢就是新口味的行銷策略 其實這一次你如果仔細看一下 你會發現這兩間便利商店 他們都不急著一次就推出很多種口味的雙麒麟 而是把戰線拉長 他們隨著時間或者是節日 慢慢推出一些新的口味 而且只要一有新口味推出 這時候就會怎樣 就會有消費者他們很想嘗鮮 他們會有一股衝動想衝去買新口味吃吃看 例如像是全家他們在情人節當天 就推出了草莓口味的 所以如果你身邊有伴侶的一些朋友 他們一定都會想跟自己的男朋友 或者是女朋友一起買來吃吃看 而且情人節當天 兩人一起共同吃一隻雙麒麟 好像立刻可以讓戀情加溫 OK 那第三個呢 就是社群行銷的策略 其實前陣子或者是最近 你常常有看Facebook臉書的話 你應該會發現很多朋友 他們在Facebook上面 都會分享便利商店雙麒麟的一些照片 或者是一些打卡 為何只是一個平淡無奇的雙麒麟 卻能讓消費者願意主動打卡或者是分享呢 這就是因為像我剛剛前面提到的 兩種行銷策略奏效了 因為限量的行銷策略和新口味 這兩種不同的行銷策略 可以讓買到雙麒麟的一些消費者 覺得很稀奇 沒有錯 因為現在大家都覺得很稀奇的東西 一定要拍照 或者是上傳到Facebook 跟臉書的朋友炫耀一下 我想這其實可能是便利商店 他們一開始都沒有料想到的一個效果 因為他們可能也沒有想到 原來他們利用限量行銷 以及他們的整個新口味的行銷策略 竟然讓很多原本覺得買雙麒麟 又沒什麼大不了的一些客人 竟然很喜歡把他們買到的雙麒麟 放到Facebook去跟朋友分享 去跟朋友炫耀 但這也就是因為社群行銷的一個效應 讓更多人在臉書上面看到了 雙麒麟的一些照片啊 或者是圖片啊 然後也想自己買一隻來嘗現 就更加速了這次便利商店 雙麒麟的熱賣的關鍵 非常非常重要 也就是社群行銷 那當然社群行銷其實也是 現在網路行銷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趨勢 也是一個病毒行銷的效應 那第四個呢就是進口行銷策略 什麼叫進口行銷策略 你如果有仔細看這一次的全家 和7-11的便利商店 他們的雙麒麟介紹的話 你應該會發現 這兩間便利商店的雙麒麟 都是使用日本進口的原料 而且全家的雙麒麟 他們是使用日本雙麒麟第一品牌 那7-11的雙麒麟呢 他則是使用 以洛龍文明的一些北海道 十勝深入 那他們為何要使用日本的產品呢 其實我們台灣啊 本來就非常非常喜歡日本的產品 任何東西 無論是食衣住行啊 或者是育樂啊 等等的產品 只要寫日文 或者是產地是日本的 銷售量都會有所提升 所以這也就是 為什麼常常你會看到外面賣一些 像洋芋片啊 或者是一些零嘴 零食的一些產品 他們明明公司都是台灣的 都是台灣製作 然後總公司也是台灣 可是他們卻喜歡在包裝上面 打上日文 甚至是名字就是 都會有日文 摻雜日文的一些 評假名啊 片假名啊之類的 OK 那這次雙齒麟他們主打 進口日本牌的一個策略 其實也很明顯的奏效了 因為消費者如果聽到 哇這個雙齒麟是來自日本的 馬上就會失去的抵抗力 想說來自日本應該就是 一定好吃的一個代名詞 所以馬上立刻就會想買一隻 來吃吃看 來嘗先看看到底好不好吃 OK 而且這一次他們便利商店 推出的雙齒麟的價格 其實也非常的平價 平均都在30到35塊左右 OK 所以我認為啊 以上這四種行銷策略 就造成了這一次便利商店 他們雙齒麟 在冬天熱賣的最重要的原因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以往推出新產品 引領潮流帶動市場的便利商店 在台灣的話都是7-11 但這一次造成話題的雙齒麟 卻是由全家便利商店 他們帶頭先推出的 那7-11這次反而成為了一個 跟隨的角色 說明全家便利商店 也一直有在思考 該如何去超越它的 最大的競爭對手7-11 其實我覺得市場 往往就是這麼的現實 就是瞬息萬變 沒有誰會永久居於領先的地位 也沒有誰會永久的落後 只有不斷的求新求變 去滿足消費者他們的需求 的那一方 他們才會是最後的勝利者 那其實全家 除了這一次的雙齒麟銷售量很亮眼之外 他之前推出的烤番薯銷售量 其實也都很不錯 只是話題性比雙齒麟來的少 那我想全家便利商店 這兩年在競爭市場當中求新求變 這一點是非常值得誇獎 OK 我猜你可能也會很好奇 我到底有沒有去買 這一次便利商店的雙齒麟來吃 其實我目前為止 我還真的沒有買來吃過 OK 搞不好最近我就會買來吃吃看 OK 那今天就跟你分享到這邊 我是網路行銷策略戰戰長林偉 我們下一則影片或廣播再見 掰掰